记者刘兵权南投报道 挂羊头卖狗肉 南投陆苦茶远近 持民近来却有不肖人士 在脸书假冒陆苦商农会名义 以半斤1300元的低价 吸引民众订购头等茶 为到货商品却是青色的茶叶 甚至茶厂资料也是假的 对此农会表示 头等茶已经要价1万元 网络低价根本不能比 呼吁民众应选择有信誉的茶商 才会有保障 陆股农会指出 不肖掖者在脸书上 打着陆股农会冻定乌龙茶 专卖店名义 利用比赛茶的外包装照片 博取民众信任 并打着半斤1300元的超低价格 贩售头等茶 有民众订购后 发现茶叶青色 且外包装也与农会的比赛茶不同 才知道买到廉价茶 农会强调 比赛茶行情相当透明 民众对于低价 茶饮要有警觉 购买时则要选择有信誉的商家 来源不明的脸书或网络讯息应多加茶证 而农会也从未以电话或脸书促销 民众切勿受骗 もう一回就知道 这一期有限运行动 分不明的 相当 Newark 提供的总体